我前几天在视频里给大家看过这张图 去年美国传统的广告行业的两大巨头 谷歌和Meta 也就是Facebook的市场份额 第一次跌到了50%以下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被TikTok把市场份额给吃掉了 粉丝群里面有不少朋友 在这个视频以后问我 美国很多地方 现在正在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原因 来禁止TikTok来打压它 起到作用了吗 我自己统一回答一下 不幸的是我认为是起到作用了 第一大家看最近的数据 TikTok用户增长这边 从去年开始就明显的放慢了 上个月用户的增速 同比是下滑了超过25% 环比用户总数还下滑了0.5% 现在总共的用户数是9500万 这个趋势很不好 第二TikTok的年性是比较高的 单位用户的时长 这个深蓝色的线一直在走高 不过大家看这个浅蓝色的线 就同比的时长 去年一直都在下滑了 从数据上看 可以说单位用户的时长 在上个月基本上 就是峰值或者说拐连到了 反倒是TikTok的竞争对手 比方说像Instagram 它的单位时长慢慢起来了 大家看Instagram和TikTok单位时长的比例 在过去几个月一直都在提高 最后在这几个月打压以后 像竞争对手Instagram 甚至是Facebook的单位时长 这几个月同比都在快速的提高 大家看 说明TikTok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最近正在丢掉市场的风格 需要快速做出反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